苹果大整改已服从欧洲数字市场法案 为响应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 DMA、苹果对iOS、Safari和App Store进行了全面性调整 这些更新符合DMA的要求 包括600多个新的应用程序接口 扩展的应用程序分析和高级功能 显著的增强功能包括替代浏览器引擎选项 处理支付的多样化选择 以及iOS应用程序分发的新途径 具体到iOS 欧盟的开发人员现在可以利用新的框架和应用程序接口 API来替代应用程序市场 方便用户从不同平台下载应用 此外 不操作性申请表允许开发人员提交 与iPhone和iOS功能兼容的请求 为应对潜在风险 苹果推出了iOS应用程序公正和应用程序安装单等保障措施 在下载前为用户提供必要信息 Safari浏览器也进行了修改 欧盟用户在打开Safari时会弹出一个选项列表 提示他们选择默认浏览器 这些调整旨在遵从DMA的要求 同时允许用户进行偏好设置 App Store的重大修改为欧盟开发人员提供了新的选择 可在其应用程序中使用支付服务提供商 PSP通过链接输出处理支付 并提供用于估算费用的业务规划工具 然而 用户将通过产品页面标签和应用内披露表格 获悉应用程序使用替代支付处理的信息 苹果为欧盟应用程序推出新的商业条款 降低用金和支付手续费 开发者可以选择采用这些条款或继续使用现有条款 这些变更旨在支持DMA对于替代分发和支付处理的要求 实现开发者利益和用户安全之间的平衡